每年2013、2014、2015、2016 销售跟真实销售获利之间的差别 好了,那我们例如说新增加一张资料表 新增加一张空白的资料表 那因为各年嘛 所以我们先把跟日期有关系的 older day显示出来 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有销售点两下 还有real sales点两下 甚至再把获利点两下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看你要呈现的是什么图表 例如说这是横条图 横条图转一个方向就变直条图了 然后接下来这是累积 这个是什么 各个分别呈现 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呈现这样子的一张资料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当然红色是我们实际的销售嘛 好,销售越多可能我们产生出来的折扣会越多 销售越多可能会产生出来的折扣是越多的 你有没有发现到销售越多 折扣所产生的折扣也是越多 那您觉得折扣是损失呢? 还是必要的一个支出 就是您觉得是一个支出还是损失 这个对于一些经营管理的层面来说的话 是有一些意义的 因为有些老板他会认为说 就好像说我们花佣金嘛 或是当作是一个费用 比如说当广告费来看待 那还有另外一件就是说 那我就景气不好 我就不要做广告嘛 景气不好 我就不要再去打一些折扣嘛 对不对 好,所以这边都会有差异性的想法 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那个销售的金额跟 跟什么 真实的销售之间的差异 谢谢大家